强哥算是白手起家 但是您本身还具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加盟协会的理事长 那您觉得所谓的加盟 也算是一种创业吗 加盟其实我认为 它应该也算是一种创业 反而是比我们以前 自己这个 不知道带着钢盔往前冲 还更好 那整个 因为加盟你可以看到别人的 吸收别人的经验 知识 还有SOP 然后整个know how 对不对 它可以来指导你 来教导你 你就不用再去从头学习 所以它相对的 认真是一定要的 个人的认真 这个是一定要的 但是所以它相对的成功率就很高 你像经济部的统计 自己创业的成功率只有14% 这是几年前 现在可能更严重 更低 因为整个环境在变化 可是你加盟如果我们看 我们大概平均还有五六十% 我们有像一些早餐到加盟店 这个大概就90几%的成功率 所以我认为它第一个成功率又更高 第二个你又不用去从头摸起 你可以学到很多的know how 可以很快地进入这个状况 那您觉得什么样的特质的人 什么样的经营者 他比较适合来当加盟业者 其实当加盟业者 因为加盟本身就业态就很多 所以是看你的个性 属于怎么样的业态 这个我们都有 我们在每一次的加盟长 我们都有请专家 在那边做论坛 分析 那当然简单这边可以谈的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很时尚的东西 那时尚的东西 它就是上来很快 那下去是不是很快也不一定 所以它可能回报很快 那有可能它结束得也很快 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说你个人可以承担的风险 跟你的个性 那第二个 如果说你是要求起一个 稳定的收入 然后也不错的收入 那你就譬如像这些早午餐店这些 它这个成功率都九十几% 那因为是钢西的 所以这个是你要怎么适合你 可能自己都要先盘算一下 然后去听听课 多一些人来让你知道 了解 反而是去选择业态 你适合哪一样的餐饮店 对 你这样讲就对了 那您觉得这两年疫情之后 来办这个加盟展 你觉得整体的热度 还有这个趋势 有没有变得跟疫情前稍微比较不同 现在这个成长力很吓人 不管是展览的总部摊位 或者是来参观的人 还有签约的人 就等于想创业的人 我看了大概增加了20到30% 那我们去分析的研究 还有更年轻化 分析的研究就是说 其实在疫情的时候 很多这些像餐饮这些工作 其实是很无奈 有时候就被资钱 就说自己的人生根本就没办法自己掌握 那如果说自己创业 对不对 自己就可以掌握自己 所以我们可能是这样的认知 我看这一两年 这个整个每一次我们的展览都是创新高 不是创疫情前的 是创过期的新高 最近今年整个每个展览都是这样 但是这一些创业者 他也必须知道自己出来做 虽然你对自己的人生掌握度更高 但是你得付出更大的精力 你可能要有更多的成本的摊题等等 自己当老板不是那么容易 强哥 你要不要就您过来人的来讲一下 假设你今天要创业 你是要具备哪一些的认知还有毅力 但你要创业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就是要有一个认知 就是说你一定会遇到困难 那你要一定要怎么样去撑过这个困难 那第二个你要肯学习 其实因为有加盟 有总部 你只 以前我们在做生意是这样 人家告诉我们说 你只有肯认真做 客人会教你怎么做 客人会教你啊 不好那会告诉你啊 可是你愿意学啊 对不对 你当然就会做得好 那现在更好 现在是你只要认真做 总部会教你怎么做啊 对不对 所以是只要你要这个心就是我很认真 然后愿意去学习 我认为这个大概都会成功了 对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加盟 一直都有一个比较奇妙的迷思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既然加盟品牌你自己做 总部自己做 都可以好好赚钱了 为什么你还要找加盟主 因为你要计备那么多的 譬如说像现在你必须要又有这个网路的行销能力 你必须要采购能力 你要训练能力 这些其实要建制没有那么容易 那我们倒是建议它是先加盟 写好 写会了一套功夫之后 你要来自己再创品牌 再来创品牌 如果说你多年自己要从一个零到无到有 其实我认为是蛮辛苦的 尤其目前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真的比以前 你看说切工然后成本又增加 所有的食材的成本各方面都要增加 其实要面对的这些 又要外卖 又要什么 以前可能我很会煮 煮东西煮得很好吃 我就可以开餐厅 现在这个是没办法的 所以是环境不一样的 其实我认为说 加盟其实是一个对年轻人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业的机会 所以说真的我们现在疫后 其实疫情相对来讲 现在大家已经都是共存了 但是疫后最大的问题 在整个餐饮业 我们南瓜到整个餐饮业范畴来讲好了 除了缺工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高通膨 现在原物料的成本真的很高 那就您的经验来讲 您怎么看这个高通膨 未来我们的餐饮业该要怎么样来把关 其实这个可能就是整个大环境的关系 你餐饮业也没办法去做什么 但唯一你能做的有几个 第一个比如说你自己去创造一些 比较有高附加价值的餐 自己去研发 研发一些比较有高附加价值的餐 那可能就会降低你的成本 那再来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些联盟 然后做一些规模经济的采购 这样子可能才有办法降低这些成本 那唯有吃的做品牌比较容易 因为吃的本身它就有差异化 所以它差异化很明显 尤其像疫情之后 好多国家都来台湾邀请这些品牌 到他们的国家去 对 现在尤其像之前都东南亚 南向政策 现在是往欧美 欧美那边的成长速度更快 所以其实台湾在这一块的卵实力 是很强的 还可以做得更好 就像经济部在调说 台湾这个饮料收摇饮 当然只是我们业态里面的一个而已 在台湾有2万多家 那我们再看世界应该是有几十万家 那一天初估大概可以有20到30万家 所以你看看那个落差有多少 现在在全世界外面的国家 好像算一算 大概有一两万家而已 所以成长机会还更大 所以以后您来看 台湾的不论是婚宴 或者是说餐饮 甚至手摇饮等等 所有的这一些相关服务业 要往国际上去走 这个路才会更宽广 对 应该是 因为台湾本身就是市场比较小 但是台湾的竞争力非常强 台湾人的特质 这个想法特别快 反应也很快 然后又认真勤劳 所以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好 还是在银行业 银行业退休就来协助 所以我们的那些 婚礼的主持人 企划人员大概就是他调教出来 他培训出来的 我们到协校开课 都是他 我们大概十几年前就到协校 开这个婚礼课程班 二十二协分 从大三交到大四